欢迎回到梦想街五十俏 一并是在三年前的时候呢 被他的族人 应该是大女五六岁的一个姐姐 给骗过去的 林先生其实也被骗过去 我们先看一下林先生 林先生骗你的人呢 我不知道应该算是你的女朋友 还是你女朋友的同学 来 能不能告诉大家 为什么有一个你的女朋友在这边 这个是前女友啦 然后你的上线呢 居然不是你的前女友 是一个叫做吴小姐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 那一位我之前的前女友 跟那个迦害人吴小姐是 他们两个是同班的同学 那我也认识那个迦害人吴小姐 那她是因为我在当兵之前 有一个缓中期是需要做那个 打零工的方式 那她就介绍我去她的餐厅打工 那我之后就跟她认识了嘛 认识之后到我当完兵 回来工作两三年 我们中间都比较少联络 都是我跟我前女朋友在那边 联络的 都是她是跟那个迦害人吴小姐联络的 对那后来有一次呢 她就是我前女友就跟我讲说 她有个机会是吴小姐介绍她去 大陆那边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发展 那时候她从事的是保险业 我前女友从事的是保险业 那她可能借这个机会去大陆 可能会有一些好的人脉 或者是朋友可以认识 可以在那边发展她的那个事业 那她过去之后 她只跟我 我前女友只跟我 还有跟她妈妈讲过 她要过去大陆的事情 那是因为吴小姐跟她讲说 你不要跟任何人的 任何人讲 对 因为这好的机会的话 就是留给自己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前女友她也有加入行业吗 她有去 她因为在吴小姐的带领之下的话 她有去 她有没有加入 她没有加入 她没有加入 对… 她没有加入 她去那边的时候 去那边也是一样五天 那五天的时间 最后一天的时候 他们有被公安抓走 对 谁啊 谁被公安抓走 就是我前女友 前女友被公安抓走 对 被公安抓走 那吴小姐有没有被抓 也有被抓 也被抓 对 然后被抓走之后呢 因为他们上面也有 很高的那个老总嘛 然后他们都被关在拘留室里面 整个破货了 对 整个破货 可是他们说那不算破货 他们就说这个只是说 假象 就是说取缔之 什么宏观调控这样子 对 就是宏观调控这样子 可是因为 林小姐没有加进去 林小姐很有可能是那个 跟我们上次来的观众一样 就是住宿未登记 然后被抓走了 应该可能不就范 就被抓走这样子 对 那她回来以后 她没有加入嘛 对不对 她没有加入 那为什么会换成你去了呢 因为我这个算是 她也被抓走 对 她被抓走 那因为刚好这个被抓走 就是变成那个 加害人吴小姐 她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现象 她就说你看被抓走都没有事情 对 还被放回来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因为我本身在台湾的工作 可能没有 那时候工作没有很好 然后我就想说 有那机会那时候刚好大陆 大陆有在发展嘛 想说过去那边看一下 对 所以是吴小姐主动邀您过去的事情 她是先邀我前女朋友去 对啊 邀你女朋友嘛 那你女朋友回来以后 她一定没有参加嘛 因为她都被抓走了嘛 那怎么会换成你去 吴小姐是直接跟你讲 还是你女朋友跟你讲说 那边好像发展不错 可是我有被抓过 所以你赶快去这样 她也没有说 怪怪的 怪怪的 她也没有说 但是她说你可以过去看看 对 女朋友是说分别找你们 她没有阻止我 分别找你们就对了 她分别找我们 她是先找我前女友 然后我前女友就是 因为我们 没有啦 应该是说 她的前女友应该没有点破 然后只是跟她讲说 也不要挡人财路嘛 吴小姐在邀约之下 她一定没有人挡人家财路 她就讲说 好像还不错啊 你可以去看看 你不要跟她是这样讲 还是说她有分析整个状况 行业啊现象给你提 没有 她都没有点破 她都没有完全掉 她只说了一句说 你去的时候不要让她花钱 因为去的时候是他们要帮那个 那个新朋友出钱 对 出一些吃的住的的钱 她一直叫我不要 不要让那个吴小姐 不要花太钱 她应该进步阻止你什么的 还是你们分手分得不漂亮 她故意 后来因为这件事分手 蛤 对 那我觉得吴小姐 我觉得你的前女友 搞不好有加入 她也叫你不要让她花钱 他们后来关系还不错 还有一些在那个 因为后来吴小姐 她在台湾也有开早餐店 对 吴小姐后来在台湾 还有开早餐店 对 现在还有在做吗 她现在就是 可能跟投资人有一些 生意上的纠纷 所以后来退股了 你那时候进去的时候 到南宁了以后诈骗 为什么你还会缴了钱 69,800 一并都没有缴钱 一并一看就知道是骗人的 那时候我是对她是很信任 她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很老实 那她在餐饮业方面 蛮有成就的 那我就想说 因为基于同学的关系 然后对她蛮信任的 加上女朋友背书 对 我本身没有那么多现金 那我也是用贷款的方式 那在贷款的过程中 就是也是找了蛮多间银行的 都不太难贷 因为本身我还有学贷 对 所以找了蛮多间 那我也有问她 她也有告诉我一些 哪一些银行可以贷款这样子 其他的银行贷不到 你自己找的陌生的银行 跟人都找不到 然后她提供的人就可以贷得到 对 这个林小姐是上个礼拜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 这里面有共通的一个人 叫做艾迪森 有没有看到 这个艾迪森 这个艾迪森 也是林先生的艾迪森 哇你们这一条线路的话 这样子已经连起来了 这个艾迪森到底是何方的人物 为什么能够 你这边也抓到了一个 那边也抓到了一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那边马上告诉你